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以赛亚书的第37章 以赛亚书的第37章比较长 总共有38节 大家在读这一章的时候 可以去参考《猎王记》下第19章 我们还是像昨天一样 把《猎王记》中相同的内容再拿来重听一下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犹大王西西迦向神求帮助 我们看看今天这一章总共有哪些内容 我们将它分成五个小段 来叙述一下它的重点 第一小段是一节到七节 西西迦王拆陈谱去见以赛亚 向耶和华神求帮助 第二段是八到十三节 亚书王因为埃及人来协助犹大人 就再派使者去见犹大王 威吓犹大向亚述国投降 第三小段是十四节到二十节 西西迦向耶和华神祷告 第四小段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以赛亚先知差人向王传达神的话 神必刑罚亚述 拯救犹大国神的百姓 第五小段是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亚述人的军队被神的使者杀戮 亚述王西纳基利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我们接着就来叙述一下本章经文的要点 我们在读前一章的时候 知道三十六章所记载的 乃是亚述王的官员拉伯撒基向驻在圣城的官员士兵民众喊话 但亚述人没有料到的是 犹大国虽然有惧怕 但仇敌的威吓反而激发了犹大国的国王向神求帮助 这就是被记载在第三十七章的内容 当时犹大的国王西西迦 也和自己的官员一样撕裂衣服 身披麻布 大家注意第一节第二节 王自己是进入神的殿 而他又拆臣谱 就是家宰以利亚境 使官舍伯纳及祭祀中的长老 去见先知以赛亚 所以王乃是双管齐下 既直接面对面求神 又去求助于神的先知 这就说明在西西迦王的心中 非常的尊重神所使用的先知以赛亚 三节四节是王向以赛亚所传达的话 第三节乃是表明 犹大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第四节 王就告诉先知 或许那先知所侍奉的神 可以因为亚述人辱骂神的话 而向仇敌发声斥责 他也恳请先知 要为国家余胜存活的民扬声祷告 五节到七节 就是西西迦的臣谱到以赛亚那里 先知回复西西迦王 先知劝勉西西迦不要因为亚述王的仆人所说的亵渡神的话而惧怕 神必使亚述王的心惊动 他会听见不利于自己的风声 就会归回亚述本地 第七节明确地预言道 亚述王必倒在刀下 前面这一节到七节是第一个小段落 紧接着第二个小段落是八节到十三节 这一段又讲到了亚述王派使者向西西迦王传信息 八节九节讲的是亚述王围困圣城的时候 整个的战局对亚述人完全有利 即便是亚述王听见有埃及人参战要协助犹大国 亚述也不惧怕 所以西拿基利继续派使臣到耶路撒冷去向西西迦王发出威吓 要犹大国马上投降 十到十三节就是亚述王向西西迦王所讲的威吓的话 这威吓的话有下面的几个内容 一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里 这里所说的神的话应该是由神经以赛亚先知告诉给王的 二亚述王提醒西西迦 亚述帝国向列国所行的 犹大国王犹索尔文 犹大有思想在如此强大的亚述帝国的攻打下 犹大能够得救吗 接着亚述王举了两个例子 第十二节他讲了 在两河流域也就是没所不大米亚 亚述的列祖曾经毁灭的 就有像戈散、哈兰、利瑟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 这些国所信的神完全没有能力来对这些小国加以施救 第十三节讲的是另外的例子 经文中提到的哈玛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音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被亚述王征服 这些王统治的地方都是在叙利亚 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亚兰 亚述国征服的国家从美索普大米亚到亚兰 后来又征服了以色列 如今临到南国犹大 的确 亚述国要想打谁就打谁 这些国家的国王都通通不在了 他们的政权全都被亚述轻覆 他们的国被亚述人毁灭 亚述王所讲的话实在是充满威吓力 无论是谁听见都一定会恐惧战惊 接下来是第三小段 14节到20节 这一段的内容讲了西西家王向耶和华神祷告 14节很有意思 提到了西西家王把亚述人使者所带来的亚述王的信认真看过 然后就上耶和华的殿 并将亚述王的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然后就向耶和华神祷告 整个的做法非常镇定 不卑不康 不急不躁 你一读经文 就可以看见西西家王心意十分沉着 他将这一切都交给神 16节是他向神发出赞美 他称神为坐在二基路伯上 万君之耶和华 而且他还是以色列的神 并且唯有这位神是万国的神 曾创造天地 就这16节而言 以色列以外的神通通不符合16节所讲的神的每一个方面 所以这节的意思很关键 那就是除耶和华以外并无别神 接着17节 西西家要这位与自己的百姓立约的神 侧耳听睁眼看 亚述王西纳基利所讲的一切话 尤其是辱骂永生神的话 18节 王承认亚述国确实有武力 曾征服许多国家 让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19节提到 亚述人还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 但王的意思是 这些神像本来就该被毁灭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神 第二十节 西西家直接向神求 耶和华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现在就要求你 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二十节的后一半很重要 这等于是西西家王在用信心与神摔跤 他告诉神 你大能来拯救我们 是为了使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有你是耶和华 耶和华与神的百姓有离约的关系 列国将看见 耶和华神对自己的百姓予以保守 所以神救赎自己的百姓 就会自然的带出公开的荣美的见证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思想一下 西西家王的祷告 接着是第四个小段落 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这一段乃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 回复西西家王的话 二十一节 一个很重要的表述 是神对西西家王说 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纳基利 这说明王向神求的很具体 他要神来帮助自己去攻击仇敌 所以神打算听允这一祷告 二十二节所表示的 就是神要告诉亚述 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向亚述的王发出藐视 经文提到的是西安的处女 耶路撒冷的女子 他们一提到亚述王就会藐视 呲笑 摇头 二十三节所讲的是 亚述王惹了不该惹的那一位 所以神质问他 你辱骂谁 亵渎谁 扬起生来 高举眼目 攻击谁呢 亚述王的确是惹了不该惹的 他说直接攻击的乃是以色列的圣者 二十四节 二十五节 是神引了亚述的陈朴所讲的话 亚述王极为高傲 他们驾着战车上了黎巴内的山顶 将高大的树木砍伐 夺取肥田的树林 而且他们的铁蹄 还要踏干埃及一切的河流 若是能把埃及征服了 那么全地就都是亚述帝国的了 犹大国就是处在通往埃及的路上 接着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是神所讲的针对亚述帝国的审判 第二十六节 神提醒亚述王 他能使坚固城荒废 变为乱堆 都是出于神的许可 二十七节提到 是神使列邦的居民 在亚述国面前变得软弱 像野草 青菜 房顶的草 和田间 未长成的河架 二十八节接着提 亚述王 所有的军事行动 神都知晓 所做的一切 都要经过神的许可 二十九节讲的是 因为亚述王向神发烈怒 又说狂傲的话 所以神 就要用钩子勾他的鼻子 把脚环放他口里 使他从原路转回去 向来 都是亚述人 俘虏别的国家的国王 而且还用钩子勾他们 大家可以看 历代之下 三十三章 现在神却要用钩子勾住亚述王的鼻子 因此一切的主权都在乎神 若不是神许可 亚述人不能做什么 大家读到二十九节的话 就可以于前面 第七节结合在一起做参考 从三十节到三十二节 是神借先知 讲到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 第三十节是提到 神要给他们一个蒙福的证据 神的子民要连续三年有吃的 虽然仇敌的围困带来了饥荒 田地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耕种 但神的子民必靠神有吃的 今年明年后年都得以存活 这就不像三十六章十二节 亚述王的陈朴拉布沙基 论到耶路撒冷城居民的情况 他说他们是吃自己粪 喝自己尿的人 在亚述人的眼里 耶路撒冷城的人 既没有吃的 也没有喝的 但第三十节告诉我们 神会使他们今年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农业的生产恢复正常 三十一节还提到 尤大家所逃脱余生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接果 这乃是指 尤大的国民靠主坚力 生育能力旺盛 会迅速的增加人口 第三十二节更提到 在圣城耶路撒冷和西安 都有逃脱余生的人 他们快乐的生活在圣城 敬拜那向以色列人 发热心的神 而且神应许到 他因自己的热心 就必成就这事 绝不让所说的话 落空 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又再论到亚述王 说到 他不得来到这城 亚述王 没有从神那里得来权柄 可以夺取圣城 他甚至都没有在这里 射箭的机会 更不用说 拿盾牌 将以防御 或是筑垒攻城了 三十四节讲到 亚述王从哪里来 必从哪条路回去 不得来到这城 这乃是耶和华说的 第三十五节讲的是 神为什么 不要让亚述王 夺取耶路撒冷 经文说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神乃是慈爱的神 又是与百姓立约的神 若神在自己的百姓 尤其是说喜悦的君王 西西家 恳求自己的情况下 还允许仇敌 夺取耶路撒冷 那么神就不得荣耀 除了神是为自己的缘故 他还为了大魏的缘故 在南国犹大做王的 都是大魏的子孙 在撒末尔记下第七章 有神和大魏所立的大魏之约 神应许要保守大魏家 因此他必保护拯救这城 神使他成为平安的城 又神荣耀同在的城 这城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第三十五节 充分显示了神伟大的信使性 他始终纪念 与自己的仆人所立的约 同时 神也因着自己的属性 是慈爱的缘故 就要对那与自己立过约的国民 加以保守 接着是最后一个小段 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神果然击杀亚述人 第三十六节提到 就应该在神发话的当夜 神的使者在夜间 杀戮亚述人 人数多达到十八万五千人 这令亚述王大大震惊 第三十七节就和二十九节和第七节一致 亚述王经历这事 知道不能夺取耶路撒冷 便立即拔营回尼尼威去了 三十八节是交代了西拿基利的结局 有一天 他在他自己所敬拜的尼斯洛神庙当中叩拜 却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杀害 他的神不能救他 当我们看到本章 西西加王也进入了自己所敬拜的神的殿 耶和华神不单单垂听西西加王的祷告 还拯救了整个犹大国 尤其是圣城耶路撒冷 因此外邦的假神偶像纯属虚无 谁是真神 谁是假神 自有分晓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们感谢你 今天读到第三十七章 我们看见了西西加王何等迫切地 将国家所面临的危难在你面前仰望 他求你 你就借先知以色亚告诉他拯救的信息 我们颂赞你 唯有你是真神 你向自己的民行奇妙的拯救作为 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 耶稣